好来看这个画面太惊悚了 就在今天的清晨六点多中 有三车连撞 一当时先看这个33岁的唐信驾驶 他从士林往北头方向开 没有想到再经过承德路 五段双溪桥 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 结果整部车子腾空飞起来 就撞上了对象一辆轿车跟小货车 由于正逢上班上课的交通尖峰时间 警方足足花了快两个小时 才排除这个整体意外 不过三名驾驶却送医治疗 驾驶听着摇滚乐突然间 轿车飞越分隔岛 撞击瞬间黄土飞扬 车祸前一刻 只见到一辆黑色轿车 腾空飞越分隔岛 往对象来车撞了过来 驾驶向逃也逃不了 接着一阵昏黑荡风玻璃碎裂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黑色轿车冲过对象车道 正面撞击羞绿车 连带波及到一旁的小货车 16号一早交通尖峰时段 三车连撞 市邻区陈德路往市区的方向 交通完全大打劫 赵氏的黑色轿车 整辆撞的歪斜 大横在车道上 车头整个溃缩了三分之一 赵氏的33岁唐信驾驶 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 整辆轿车腾空飞起 冲撞对象来车 驾驶自己也骨折送医 无辜遭撞的两名驾驶 全身多处擦错伤送医治疗 指示赵氏轿车 失控前没有特殊路况 前方也没有其他车辆 却突然失控自撞分隔岛 这起离奇的自撞车祸 也导致车辆回堵一个多小时 肇事的原因 还有带警方后续进一步详细调查 记者刘世伟梅凯婷 台北采访报道 昨天晚上这一幕 也像是非常惊险的动作片了 高雄市两个警察开着警车 押送嫌犯 经过前证区时代大道 疑似因为车速太快 加上路面还有高低落差 居然就直接腾飞起来 接着还重摔落地 但是又继续的行驶 当场卷起了一阵白烟 深夜正在路口停等红灯 前方从左往右 一辆警车飞快通过路口 却碰得好大一声 警车撞到路面 直接腾空飞起来 接着重重落地 落地瞬间 整辆警车猛烈轰动 还冒出一阵白烟 甚至连底板保护壳都被撞掉 当时警车内也是一阵摇晃 行车记录器镜头还瞬间歪掉 不过警车没有停下 继续往前开 仿佛警匪追逐电影场景 这起让人瞩目的飞车事件 发生在15号晚上9点多 就在高雄前镇时代大道入口 回到现场 发现路面有明显高低落差 还有警车留下的刹身痕迹 黄金上也被撞出一条长长的凹痕 也有不少搏油碎片 当时两名援警 正在把车上一名嫌犯 送往地检署征讯 警方透露当时嫌犯独隐发作 在车上不停挣扎 希望能快点到地检署 远景才会车速加快 但由于路况不熟悉 才会没注意高低落差 虽然当下继续开走 但回派出所发现 底盘跟保险杆都有损毁 已经送往保养厂检修 初步发现前保险杆有擦痕 那底盘前盒有破裂 那其余无重大的损伤 幸好车上远景跟压送的嫌犯 都没有受伤 但路面高低落差 导致警车惊天一飞 场面有如电影场景 让人看傻眼 新美市新店更新医院 就在清晨爆发了 黑衣人大闹急诊室的事件 双方是先烧烤店里面 因为禁酒的时候起了纠纷 一名女子疑似是大姐头 就跟隔壁座的客人打起来 双方还各自到了医院就医 没有想到狭路相逢 这个大姐头急扣了 一大群的黑衣人到医院来支援 结果就在这个急诊室的门口 爆发了拉扯冲突 而警方也随即赶到 紧急出动了快打部队 来遏止双方的气焰 最后把闹事的黑衣人 通通带回法办 无视在场的玻璃师大人 两方人马尼推我紧爆发激烈冲突 黑衣男恶狠狠抓着女子的长发不放 仔细一看地点居然在急诊室里 济世民扼煞动手叫嚣 警方迅速要将他们带回警局 大姐头继续怒标狂吼 但这还没完 你不要控制的啦 不要控制才没有用啦 无视公权力命令是口吻 要警方不准上口 天道蒙太阳会大哥 好不容易把姿势分子抓走 没想到 急诊外双方人马各户 旗主再度爆发激烈冲突 同一晚同样的两方人马 这已经是第三波冲突 这边有拿刀喔 不来啊 拜托 对 这边那边 来啊 拜托 发生在新北市新店 原来在凌晨一点多 他们先日在中心路三段的一间烧烤店 救后护殴 没想到就这么巧 各自救医 就在医院狭路相逢 一路从急诊内闹到急诊外 小弟们赶到现场不分青红皱白 看到不是自己人就开呛动手 警方获报之后 到现场 也即刻将双方面全数带回 那讯后我们依伤害 以及这个剧动都来依法处理移送 近40名扼杀聚集急诊 救人命的急诊室内外 上演黑帮全武行 记者侯宇祥 许致敏 侯卫荣新美食报道 好 在医院的急诊室爆发这种冲突呢 想想看是要靠保全 还是得靠警察呢 因为当时 他直接都是闯进了急诊室 这么多人 那么警方还没有到场之前 保全当然就是阻止冲突的关键了 但是保全的身上也只有基本配备木棍 遇到人一多 当然防御能力有限 所以第一时间能做的 也只有报警 幸好警方跟医院平时就会搭建安全网 所以只要医院里面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警方就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到现场 两名女子在急诊室内不断向远警叫嚣 远警第一时间冲道场 拿起警棍挡在两人前面 阻止冲突继续爆发 两派人马结院一路朝到医院 甚至冲进急诊室 将闹示民众送上警车 能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其实警方和医院平时就会联系 搭建起一道安全网 假设民众在医院发生冲突 院方可以透过专线以及社群软体 直接通报警方 缩短受理时间 相较一般报案打110 先交由请指中心 再到分局勤务中心 最后再转接到辖区派出所 多了几道程序也比较花时间 打着赤膊光着脚喝得醉醺醺 男子在医院里面不断的咆哮 朋友制止反而被打 医院内发生过不少冲突事件 但冲突当下 警方到场前 保全就是阻止关接 台湾保全一般基本配备 只有木棍 但防御功能有限 如果要搭配电击棒以及警棍等 必须先向警方申请 而且只能在限定范围内 以及规定单位使用 如果发生冲突 保全第一时间 还是只能通报警方 男派人马久后闹事 二十几名扼煞 冲进急诊室 逞雄斗狠 毫无章法可言 医院里面都是 手无伏击之力的病人 加上难以自保的保全 如果警方晚一步到场 不知道会怎样打闹医院 地者侯宇翔 郭先生 陈一如 新北采访报道 好 观众朋友来看 人找到了 就在六号登山失联的 这一位平安医院副院长 杨新正 他整整失联了十天 不过在上午的十点钟左右 已经被搜救人员巡获 好消息是人平安 虽然他的头部 有一点撕裂伤 但是你看他的意识 还是清楚的 目前正要将他带往山下 我们在待会 还会有更进一步的 完整报道 不过另外我们要看 屏东小琉球 却发生了潜水客 溺斃的不幸 就在昨天中午 海巡人员从山浮渔港 打捞到了一具遗体 疑似是寒疾的潜水客 另外一名台籍友人则是失踪 那么家属非常的着急 还在现场等候 救难人员将潜入水中 巡获的一具男性遗体 交给海巡人员 海巡加上救难 总共六人合力将遗体 从船罚搬离上岸 海巡从遗体外形特征研判 死者应该是寒籍游客 并在小琉球山浮渔港左侧岸边 发现两辆租用机车 巡线找到当地车行 并调阅监视器发现 韩籍和台籍男子 14号下午1点29分 一起到车行租车 接着前往附近 海域潜水 结果15号中午12点25分 一名潜水客在返回岸上途中 看见寒籍游客身穿黑色泳裤 趴在山浮渔港左侧 升12公尺的海底沙地 已经身亡 男子于海中呈现趴姿态 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赶往现场 遗体打捞上岸后 被送到屏东地区殡仪馆 等待检察官实施相宴 海巡人员报请检察官查明死因 而第一名台籍男子 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韩国有人约 约我爸爸过来玩 然后他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 然后所以他就是 很喜欢小琉球 就是说要再约我爸爸过来 台籍男子的女儿到现场交集等待 希望等到救难单位 斜巡的正面消息 记者张春华彭馨仪 综合报道 好另外在昨天下午4点多钟 屏东沿浦渔港发生了重大的火烧渔船的意外 当时是一艘停在港内的渔船起火燃烧 疑似因为风大再加上渔船在港内移动 就连续的把这个火势蔓延到别的船 现场冒出了大批的黑色浓烟 而在今天早上看到消防人员他们持续在洒水降温 以免火势重燃 不过有船东就说 刚整修完渔船 前前后后已经花4000多万了 保险根本没有办法赔这么多 而这一次遭殃的还多半是远洋渔船 造价都是上千万元 而毁损严重的5艘船加起来损失高达上亿 港口旁好几艘渔船遭到大火侵蚀持续燃烧 一大片的黑色浓烟不停串出 消防人员到场急忙拉好水线迅速救火 15号下午4点多屏东东港严补渔港 一艘停在港内的渔船起火燃烧 火势蔓延到其他至少5艘渔船 对船主来说实在是无望之灾 直到16号上午还有渔船持续冒烟 消防队员就怕火势载起 持续洒水不敢停 被烧毁的渔船交和一片倾斜浮在海面 有的被烧到只剩骨架 被烧毁的大多是远洋渔船 大艘的造价数千元 中艘的也有数百元 5艘船至少数亿元 这像两艘就要5个月 所以怎么5艘加起来 你们便宜才多少钱 只有我们两人吃到1个月 我们刚才在隔离刷 隔离刷来拔隔离 要蒸熟 要开滚汤 这样 刚才发挥映华 因为稍微稍微 我们大家已经说 经线到我们3天 帮来我们存在完保的啦 虽然保险有理赔 但对渔民来说 自己保过的渔船还是拿不回来 前阵子因为疫情关系 不敢出海 渔船也下滑 没想到刚要好起来 渔船却被烧了 保险只能拿回一小部分 让渔民实在欲哭无泪 记者让专华里晨艳 屏东报导 好 带你来看 在昨天傍晚台北市中校东路 跟大安路口这边 发生了保时捷擦撞警车的事故 一名23岁的唐姓袁警 他被保时捷当场撞上了之后 弹飞到芬阁岛旁 满脸是血的躺在地上 哀嚎非常的痛苦 立刻被松衣急救 而虽然他的四肢擦伤 牙齿断裂 幸好意识清楚并没有大碍 大马路车水马龙 两名远景骑乘警车 准备穿越马路 行进车辆紧急刹车 惊险闪避 快到分隔岛时 其中一名远景 遭一辆白色保时捷撞上 远景整个人被撞飞 倒卧在地上 再看一次 当时路口为红灯 远景闪灯鸣 穿越马路 保时捷驾驶 至此丝毫没有刹车 直直撞上远景 另一名远景健壮 赶紧上前抢救 被撞的远景 整个人弹飞到分隔岛上 鞋子衣物散落一旁 被撞的保时捷 挡风玻璃整片碎裂 车头也毁损 可见撞击力道还不小 车祸就发生在台北 中上东路与大安路口 该路段车流量大 车速也相当快 15号下午将近5点 远景当时赶赴执勤 有开警示灯警报器 新进该路口的保时捷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 穿越马路的远景 迎面撞上他 导致远景四肢擦伤 牙齿断裂 意外发生后 丹安分局长也赶往医院探望 并颁发慰问金 经过包扎治疗 受伤远景已经出院 但似乎还是无法站立 只能透过轮椅行动 保时捷驾驶 自称有听到警笛声 还来不及反应就撞上远景 不过招式责任该归属谁 警方还得好好厘清 记者潜入横黄玉海 SNG台北报导 网红团体 他们日前在YouTube上面 PO出了一段影片 他们的成员呢 把脸涂黑 然后模仿台关 这个跳舞动作 更上街去找长辈挑战 开玩笑 当然影片一PO出 立刻引起了种族歧视的敏感争议 就连在台湾规划的这个外国球星戴维斯 他也非常的愤怒 在IG上开呛 痛骂 反骨男孩是愚昧无知 让他感到失望 而我们的记者呢 实地拨打了反骨男孩经纪人的LINE语音 也传了讯息留言 不过截至新闻播出之前 都没有获得回应 把脸涂黑 再穿上黑西装 三人肩上 抬起棺木造型的大箱子 接着配乐跳舞 我们可以先预告 各预告价 可以买一个最好的未来 影片还有上街招长辈 进行挑战 知名YouTuber反骨男孩 日前拍摄这段 模仿黑人台关的影片 引发种族争议的争端 就连台湾规划球星Q戴维斯 也火大在IG发文 Q戴维斯 怒骂这是身为台湾人 应有的行为吗 这不是一个笑话 我未在美国遭受苦难的朋友们 感到痛苦难过 而现在在台湾 我再经历一次 对于这些人的无知与愚昧 我真的感到失望 最后还take反骨男孩的账号 只问你们知道黑人的处境吗 他们正在被杀 我觉得他们应该只是想要模仿而已 不应该去效仿 或者是嘲笑这种事情 民众看法不一 但不少网友看到影片 也痛批真的恨美品这个时代 还有人拿肤色来开玩笑 更说到就真的让台湾在国际上很难看 以后我叫刘德华 唱给你听 反骨男孩这网红团体在2012年成立 以制作创意高效影片为主 YouTube频道多达145万人订阅 脸书上也有超过74万名粉丝追踪 模仿黑人台关音发批评声浪 实际拨打反骨男孩经历人的Live 并传讯息都没有得到回应 但其实反骨男孩的影片之前也爆出争议 曾拍摄影片内容倒刷团员信用卡 遭网友批评 教坏小孩 如今又模仿黑人台关 掀起中租争议的敏感问题 争议再挺一桩 大陆北京疫情升高了 接连几天爆发新冠肺炎本土的病例 五天已经确诊了106例 大陆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就表示 未来的三天北京的病例数将是关键 而对于病毒来源可能是污染物传人 也可能是人传人 世卫组织高度重视北京爆发新的疫情 目前正在调查源头 北京最新一波疫情 从第一例到破百例只用了五天时间 其中60%还是卫生人员主动筛查发现的 形势非常严峻 目前有29个社区封闭管理 所有病例都指向一个来源 新发地市场 有一种可能是通过污染的物品 进入到北京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感染的人 特别是没有症状 或者说他有轻微的症状 自己没有意识到 那么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吴尊友表示 未来三天北京报告的病例数 决定了这次疫情的走向 北京在所学校已经停止上课 现在只剩下六名毕业生 在趁一两个星期整天戴着口罩来复习 北京人敏感度高 疫情亦有反弹 社会重新上紧发条 为什么你要带着这么的岩石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保护自己吗 由于有超市人员染疫 敏感的大妈不去超市抢菜 而是到临时地摊 便宜又安全 北京疫情类似于武汉早期情况 对外省来说 北京已成为危险地带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最新规定北京的计程车禁止出城 病原来源尚无定论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北京爆发新疫情是重大事件 正在溯源调查源头 记者陈正茂金属清北京报道 振兴三倍券 下1月的15号就即将要上路了 而7月1号第一波预购 可以到超商 除了现金以外 还可以使用行动支付 电子票证以及信用卡等等 来换取实体三倍券 经济部初步规范了 所以原则上 虽然说排除电商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像是艺文啦 体育活动啦 订防网以及线上轿车等等 是可以试用的 同时还开放线上 捐款身心障碍团体 但是不可以用三倍券 网购这个团体生产的商品 而另外医疗院所挂号费 也可以使用三倍券 7月1号开始 就可以到超商 借这个多媒体事务机 来预购三倍券 25号领取的时候 就记得携带证件 到超商这边 就可以换取纸本的三倍券回来 预购方式除了现金 还可使用行动支付 电子票证 以及信用卡 先付1000元 就可以预购纸本三倍券 追着上路时间逼近 许多民众都已经想考 要买什么 在民间消费上吧 因为毕竟赚钱很难 就直接用掉就好 也没有特定的方向 本来数字就不多嘛 这是我觉得也有一个方向 就是你买了一些文具 去捐给小朋友 尽管民定三倍券 不包含电商平台 但如果属于亿文 体育活动 订防网 以及线上轿车 就能使用 而不适用的方案 则是没使用期限的 百货公司礼券 线上支付学杂费 属于储职交易的健身房会员点数 以及罚单与账单等 而为了防堵消费者 刷卡使用三倍券后再退货 将会等消费八天后 确定没退货 才会将钱汇入账户 这样来回会减少蛮多的 就是会浪费蛮多的人力 对啊 而且浪费很多时间在等待 这种处理业务这种时间 可以拿到钱应该就还好 就是应该觉得没什么差别 对 如果不用排队要去领券的话 可能会比较方便 不到一个月三倍券就要上路 但熊细则还要再修正 只是方案真的太复杂 也让部分民众抱怨 搞不清可用通路 记者机关红线会宜 台北报道 好 七月以后要去旅游的话 还可以再拿补助 现在为了要刺激国旅呢 交通部有斥资39亿 安心旅游补助 就在七月要上路了 但是现在呢 却被爆出来说 团体旅游补助的话 还得扣税 所以民众实地被补助到的金额 减少五成多 部分民众认为 这个补助不够有感 不过对此林佳龙诚心 事后还会补助旅行社业者 一些行政费用的 所以不会因为扣税 而减少民众的补助 新手采摘 制作自己的凤梨国家 这不是很棒吗 我没有觉得很棒 我觉得很热 林佳龙找来网红视网模 录制宣传国旅影片 介绍补助方案 安心旅游即将在七月上路 但现在却被旅行社业者 爆出团体旅游补助 还得口水 他一开始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回馈给我们的客人 但是他就不需要大费周章 把这个费用给旅行社 所以补助旅行社 一个重点是他希望旅行社 去用优惠的价格 给所有的国人来参加旅游 我们拿到补助款 我们可以把团做得更好 甚至是让团片价值 而不是把钱回馈给客人 到底税金会扣多少 以一团三十人出游两天营业为例 旅行社可以拿到三万元补助 但要是扣了百分之二十的税 只剩下两万四千元 平均一人一天只拿得到补助四百元 和交通部当初喊出可以拿到七百元 差了三百块 差很多啊 这样子干脆就不用补助了 还四百块不够 他为什么不给我们现金比较好 团局旅游的部分 当然是建立在人数 做计算的基础 可是也有会行政的支出 这部分的补助 不会产生 就是刚刚讲那个所谓什么 补助七百元 要扣水两百元 林嘉隆沿着澄清 补助绝对用在刀口上 会让民众业者拿到该拿的 不过针对暑假旅速业者 又会缩水 林嘉隆呼吁业者自律 保持正常的市场机制 不要杀鸡取乱 记者姚家顶 林恩如台北采访报道 想要吃小龙虾吗 居然水沟可以钓得到 最近在新北市野柳一带 就被发现有小龙虾大军出没 疑似是被民众放生弃养的 也因此让适应力超强的小龙虾 在东北角的龟吼通往野柳之间的水沟田野里面 大量的繁殖 有小朋友拿了钓杆 半个钟头就钓到了十几只 数量之多 甚至围挤到附近的生态 烹调的红透的小龙虾 无论红烧还油炸 看看大陆民众一只接着一只吃 就知道在当地受欢迎程度 不过这种大陆小龙虾 目前正大举入侵北台湾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不夸张看看这桶子 全是一只又一只的小龙虾 看到小朋友轻轻松松不到半小时 就钓到十多只 连阿伯也想试一试 一样短短几分钟 阿伯用捞的也有一只 看看活蹦乱跳 生命力超强 镜头拉近 原来就在大马路旁的水沟里 曾几何时已经被小龙虾给占据 这里正是位在东北角 龟吼通往野柳之间的滨海公路 然而水沟中的小龙虾 正是和大陆同种的熬虾 只是这么多 在专家眼中不是件好事 小龙虾的适应力多强 看看水沟的状况就知道 当初引进赤水温 为了台湾人根本对他没胃口 在野放气氧下短短时间 路旁脏水沟就能见大军 令人忧心 他对于台湾淡水的这个生态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实际非常广泛 他连小鱼小虾什么都吃 这样然后又耐汗耐高温 现在也有人想到 号召爱钓虾抓虾的民众 不妨到此事事伸手 体会这小龙虾有多好抓 同时还能赏美景海风吹 抓虾兼顾生态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户外 消遣选择 接着朱立荣言静语 金融报道 骑机车肉包铁 真的要当心了 来看上午8点多 基隆一男一女 骑着一辆机车 双载 结果不胜 自撞 浩志感 男子送医不治 我们连线江婉伦 好的主播 浩志感是好端端的 站在马路旁边 仔细看一辆双载机车 快速的往前方骑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却忽然又偏 直接撞上路旁 浩志感 红色衣服的后座少女 是直接喷飞后 摔落机车 撞到浩志感 而机车驾驶少年 是人车倒地 事情就发生在 16号上午8点多 基隆条河街路上 当时少年骑着机车 载着少女 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撞路旁路的电感 救护人员到场发现 骑车少年已无呼吸心跳 送往三军总医院急救 性命垂危 附近店家监视器 拍下车火过程 画面显示少年骑机车 前方有另一辆机车 先通过事故现场 随后少年骑车出现 但疑似未刹车 就往右偏撞上路灯电感 少年随机车倒地 往前滑行倒在路面 少女喷飞后撞到电感 人倒在电感下方 机车车轮可以看到 有巨大摩擦 而掉落物品也散落一地 拖鞋也是直接被摔烂 安全帽就这样掉在地上 警方获报派员到场采证 并指挥交通 两人送医急救中 目前肇事原因正有警方调查中 以上最新情况将镜头 交还棚内主播 为在台中的北屯重化区 在凌晨发生了砸车事件 当时三男两女 他们向警方表示 原本酒后聚会之后 还要去续摊 结果驾驶居然突然地 把其中三男两女 就给丢包在路边 同时还砸毁一旁的轿车泄愤 但是远景联络上了 这个被砸的车主 对方却说 其实早在昨晚 就把车停在那里了 根本没有跟任何人 有过节纠纷 那么现在警方不排除 可能是这三男两女 他们自己嬉闹 自己砸的车自导自言 警方一到场 发现蓝色箱形车 后车窗破裂 大片玻璃碎成蜘蛛网状 旁边一群人三男两女 在重划区人行道 先晃打电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 男男女女散发浓浓酒味 他们纷纷表示不是车主 声称凌晨一群人聚会结束 原本达乘三台车 准备要去续托 疑似在路上骑了纠纷 三名驾驶竟把其中三男两女 给丢包在路边 同时在砸毁一旁轿车泄愤 当下巨大砸车声响 惊吓到附近民众 赶紧报警处理 事后警方联系上 这一位31岁车主 结果对方表示 知道车子被砸毁 虽然相当傻眼 但因为急着到台北 参加重要会议 竟就匆匆忙忙的离去 车主表示 他在昨晚就把车辆停在那边 没有跟人家发生纠纷 所以本案我们不排除说是 那三男女在那边吸气油闹 然后回属人家的车辆 事发台中被吞 因为地点在重划区 现场没有监视器 无法判断砸车的到底是谁 目前警方部排除是 这三男两女 酒后砸车 自导自演推脱责任 记者林薇志 廉家姓谢云珍 台中采访报道 昨日副院长陈其迈 在今天一早南下高雄 出席了雄中毕业典礼 除了被学弟们出卖 让学生时期的旧照曝光 还对着陈其迈大喊是长好 陈其迈致辞的时候 自己破了梗 他说明天也会是他的毕业典礼 等于是即将投入高雄市长补选 学大家早安 大家好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一早回到雄中母校 出席毕业典礼 一上台被喊市长好 让陈其迈笑得何不拢嘴 雄中学生高举陈其迈 高中大头照 黑白色调的旧照片 意外曝光 让本人忍不住幽默一下 我以为是普学浪在那里 以校友身份出席雄中毕业典礼 陈其迈致辞时 自己爆雷 话中有话 今天的毕业典礼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 我相信 不把话说得太白 但似乎已经做好准备投入补选 虽然包含票数破93万票 但陈其迈这回补选 真的有这么轻松吗 明明所以说可能不是躺着选 你怎么看 我本来做任何事情都是 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做事情 对对对 努力到最后一分钟 努力到最后一秒钟 那有信心会超过上次得票数吗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2018年市长选举 陈其迈得到74万票 这次能不能催出票数 打破自己得票记录 这场博选之战也走得步步为营 既有黄讯 陈鼓民 高雄报道 好 桃园复旦中学 在昨天早上举行毕业典礼 学校进来了900多位毕业生的家长和朋友 没有想到小偷出没 居然趁学生参加典礼的时候 搜刮了三间没有上锁的教室 偷走了4万2000元 而且小偷还跑到导师室里面 摸走了2000块钱的礼券 等于一共得手4万4000元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到特定的对象 要揪出这个小偷 学生拍摄毕业影片 准备迈入人生下个阶段 15号桃园复旦中学举办毕业典礼 结果有小偷闯入教室 得手4万4000块 毕业典礼结束以后 就听到他们一个一个回报说 被偷了多少钱 只不过他们好像都是在一个班级里面 所以他们可能都是放在一起的 复旦中学毕业典礼近来 900多位毕业生家长和民众 小偷上学生参加典礼时 搜刮三间没上锁的教室 偷走4万2000块 但他还不罢休 又大胆跑进导师室 偷走2000块礼券 这边是毕业典礼的体育馆 然后这边是四楼 召窃的就是国中部三年级的教室 复旦中学国中部有12个班级 毕业生约540人 再加上毕业生家长和朋友人数多 校方不好管控 而小偷趁机入侵 校园安全亮起红灯 毕业典礼成了小偷眼中的肥羊 警方将全力追查 要揪出摸走4万4千块的可恶小偷 记者安中正林玉君谈言报道 真的是好可惜啊 南投普里桃米坑西清水公园 5月底才刚开放 免费的让游客们细水 才开放不到两周 就毫无意境的公告暂停开放了 结果才知道原来是部分的游客 太缺乏公德心 垃圾乱丢随地变腻 因此呢 无偿提供土地的这个地主 心晦意冷 决定暂时封缘 带着泳圈水墙 小朋友在水池内开行细水 玩得不亦乐乎 南投桃米坑西水公园 启用已有15年 每到夏天免费开放 是不少游客的消暑胜地 但现在 水池内空荡荡 水已经被抽干 社区发展协会的人员 来来会会巡视 忙着捡垃圾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这个要拿不到 草丛内木板夹层 随处可见的垃圾 都是游客任意丢弃的 更没功德心的 还会随地便利呕吐 连公侧都被除以止尿库来塞爆 我那个本座这样瓦白痰 那那个祖鸟布 我那 拜 礼拜 我才缺五十年 其实这个公园里面有不少私人土地 地主们无偿提供土地水电 让游客玩耍 没想到游客离去之后 留下满地的垃圾 还得让地主善后 他们决定暂时风源 不开放 水不叫公元来风了 不要开放了 免费的清水公园 乌玉井风源 有游客想来玩却扑空 直呼好意外 顶牙又有去看网路上说 二十四小时开放 这个木头有的比较久腐烂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个召唤 那周边的这些步道 还有一些绿梅画 还有这些座椅 以及相关的一些设施 我们都会做一并的一个处理 地主无偿提供土地 却换得一堆垃圾 没供得新的游客 让地主们信心全无 决定暂时风源 水保局也会趁机修缠相关的设备 至于之后清水公园 何时会再放水开放 游客来游玩 得等讨论之后再决定 接着我们想成功的干警 全单头采访报道 而在欧洲 英国法国相继大解封了 法国的餐厅 咖啡店全面重开 民众难得享受到下午茶 而在英国当地的民众 真的是闷三个月 闷坏了 伦敦逛街的闹区 你看一早就出现了人潮 甚至有民众 为了要抢买限量的球鞋 挤爆店门口 一大早店都还没开 店门口挤满排队民众 还出动保全为安 民众等不及 憧憬店里 抢买限量球鞋 因为我现在在网络上 所以我们要在网络上 我们要在网络上 在网络上 所以我们要在网络上 英国伦敦15号开始 非必要商店大解封 民众闷坏了 伦敦逛街 一级战区 牛津街 涌现人潮 不过大家不忘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间隔两公尺以上排队 很棒 去外出 去看大家 很棒 你不想知道 你会忽略自己购买 你会来到店 店家振兴经济 下沙三折拼买器 也做好防疫措施 包括限制逛街人数 要求顾客手部消毒 而购物栏也会定时清洁 另外英国包括动物园 教堂等场所 也都在开放名单内 不过英国大众运输 祭出新规 15号开始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得强制戴上口罩 因为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上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相当有难度 一旦不遵守戴口罩新规 将会被罚100英镑 大约台币3800多元 另外法国餐厅和咖啡店 也重开 我们很高兴 再次见生活 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 本土疫情进入绿区 表示疫情趋缓 而许多民众也上街 和朋友相约喝下午茶 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 既有宿舍我们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